南北市場正式開幕 終於盼到這一刻 南門市場歷經四年的改建工程 並克服疫情時期 新建了地上12層 地下5層的全新市場大樓 創建出明亮舒適的採買環境 可以說是台北的重要觀光地標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為市場開幕剪載 贈送鳳梨水果欄 助攤商神以興隆往往來 很高興啊 不錯 有改變 比較乾淨 比較鮮淨 真的是合那麼久 四年多了吧 我很開心 我終於回到南門市場 這是我家附近 南門市場已經有好幾十年的市場 它的東西很好 很好吃 但褲帶很好用 如果出去了的話 你就上了南門市場戴個褲帶 然後生鮮的東西不會壞掉 我想這一路走來 四年的改建過程 並不容易 我想這當中 起起伏伏 碰到非常多的挑戰 困難 挫折 但是 大家 齊心協力 一一的克服 當然今天來 我更是一個從小就會跟著媽媽來南門市場 買菜的孩子 看到南門市場百年的歷史 今天改建完成 我想這麼重要的歷史一刻 這麼多的好朋友一起參與 建政 我想大家永遠不會忘記 更重要南門市場也是所有民眾的記憶 存在的包括我們南門市場 大家非常耳熟能詳的 包括長椅 我們的熟食啊 東坡肉 我自己是會愛吃東坡肉 那另外還有粽子 我知道麗家的胡州粽 然後精華火腿 萬有泉的精華火腿 等等太多了 當然還有肉乾 我知道有金龍 有快車 其實 信從你來 每一家 都是民店 每一家 都是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我想更重要 除了這些 大家 非常 知名的店家以外 南門市場 更是充滿了人情味 老記憶 剛剛看到影片 我覺得 全國會長 率領的團隊 大家一定都 滿滿的感動 我想 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就是我們全國會長 我們再一次給全國會長掌聲鼓勵好不好 也謝謝 全國會長 為我們台北市市場改建樹立了典範 我想今天這麼多會長來 也都希望 跟全國會長 汲取經驗 我們希望未來的市場改建 能夠少走一些彎路 能夠快速的 更完善的 儘快的改建好 讓攤商朋友 受到的衝擊 降到最低 我想 每次經過 看到這邊的人潮 還以為已經過年了 其實沒有 甚至人潮比過年還要熱鬧 所以我相信 攤商們非常開心 笑容滿面 當然我想 改建完成 攤商回到家裡 這不是一個結束 這是另一個崭新的開始 在這之前 市營運期間 市府不斷改進硬體和軟體設施 攤商及消費者 也逐漸熟悉新市場環境 每日平均達五千人以上 進場才賣 心情很好 因為地方比較乾淨也比較寬敞 對 然後生意也有比較好一點 人潮差很多 對 起碼差了一半以上 對 環境怎麼樣 環境它比較舒適 比較寬敞也比較乾淨 視野也比較好 不錯很好啊 對對對 來這邊冷熱鬧 而且乾淨 又舒適 我希望南門市場 可以永續經營下去 今天功勞絕對不是我 是我美國攤商 他們在那班前 我真的眼淚都快流下來 他們真的很辛苦很累 好幾年了 在中紀市場 謝謝張慧全里長 謝謝你 在中紀市場 大家雖然遇到很多事情 我們也走過來了 真的很難 因為碰到疫情 碰到公主號 又碰到那時候 阿法病毒 真的是 把我搞慘了 後來沒有關係 我慢慢帶攤商走過來 從外送平台 然後網路 網路宅配這些 一直把它越搞越大 生意大家越做越好 今天可以回到市場 10月7號 市營運 到現在 一個月的人潮都不斷 我都已經懷疑說 我真的懷疑 我的人生怎麼會 那麼多人 每天都看 我都快要互合不下去了 真的 我希望 真的很希望說 集裡面還有市場 如果有支援 我真的很難 那我也很高興 人可以變那麼多 市場變那麼漂亮 謝謝大家 幫助我過我的人 南門買菜節系列活動 也隨之登場 許多攤商搭配活動 推出限時折扣與優惠 還有行動支付業者 也有支付回饋 優惠一直到年底 期盼藉此 讓民眾持續到南門市場採購 歡迎回家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